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偏方小八科》,我是Ken 今集应网友的要求,想我分享弹弓手如何处理 我们这个频道最主要是分享一些健康资讯 如果你想吃少点西药,记得在右下角按订阅 按赞,按钟,分享给你身边有弹弓手的朋友 我们看看这幅图,如何为之弹弓手呢? 弹弓手有几个特征,通常你的手指一屈起 屈起后伸直那一下就伸不到,就卡住了 然后你会觉得要用另一只手去帮弹弓手的手指抬直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看这幅图,弹弓手是因为你的手里面的根件发炎 发炎就没有问题,发炎有什么问题呢? 但发炎肿了就有问题了 其实手指的扣造就像这幅图那样的 那条根是要穿过一个圈圈 那个圈圈就类似你现在钓鱼的鱼竿 那条鱼竿会穿过很多圈圈,然后才到鱼竿的顶 然后才钓到鱼的 其实手指里面也有那些圈圈的 那条圈圈里面就是你的根 那条根,如果你发炎肿了就有问题 本身那个位置刚刚好,能移进去的 但如果你的根,就会像现在的图那样 那样转了一块 那么你伸直的时候,手指伸直 那他就突然间不够位 就是那条圈圈和那条根 那个根比那条圈圈,那就要硬要塞进去那条圈圈里面 所以你会 kännaeki kAK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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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你牌到就要找另一只手拉直子的手指 這個情況通常在你起床時是最嚴重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你晚上通常手指是有一點彎曲的睡覺 在剛剛拿伊福圖的位置,就是那條筋 如果你沒有動它整晚,就慢慢會腫脹 腫脹後,到你日後就卡住了 但你日後就沒那麼重要 通常是你完全沒有動手指幾個小時 然後日後就出問題了 那個位置就腫脹了,就卡住了整個手指 我們今天會分開三部份如何處理彈弓手 第一部份就是先止痛 第二部份就是消炎 第三就是要補充營養 止痛如何止痛呢? 我現在放一條片給大家看看 好,我們想看看 通常如果你有彈弓手 通常這些位置很痛 或者這些位置很痛 即是隨便一隻手 假設我現在是左手 這個位置痛,怎樣可以止痛呢? 我們就用右手 按這個位置 按十幾秒 按十幾秒 然後再看你自己的左手 由1至10評分 你可以平到 如果之前的痛是10 按完右手之後 按完十幾秒 再動一下 它就會少了痛 好,接著呢 它有時候的位置會離開 即是這裡沒有那麼痛 但你去到這個位置 那你就用右手 按這個位置 又是按十幾秒 接著呢 你又用左手 痛的手 動一下 這個位置就沒有那麼痛 如果它又轉了 可能是痛了到這個位置 你就按右手的這個位置 又是十幾秒 如此類推 它這個位置哪裡痛 你就按右手 另外一隻手的同一個位置 因為所有的神經 是一個圈圈的 即是說 如果你這邊痛 你按這邊 大腦神經就會收到 就叫它這邊止痛 這是一個秘技 希望幫到大家 好,大家看完 其實呢 這條片就說 最主要就是 左手和右手 其實是一個圈圈 即是左手和右手的神經 其實是連貫的 我們為什麼要按另外一隻手 即不是痛的手 其實就要告訴大佬 讓它止痛 又或者左手痛 你按右手 右手痛按左手 相反 你給大佬一個訊號 就叫它另一邊止痛 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技巧 應該很少人教的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買一個 叫Finger Spin 就是插手指進去 然後把它枯直 用來睡覺的時候用 如果你這樣整直 剛才我說 腫脹的根 血液流通到 日頭就沒有那麼腫脹 這個是比較物理性的 幫你改善到消炎的狀態 第一個就是 剛才我說的 按摩的動作 就是為止痛的 這個Finger Spin 就是為你 有少少止痛和消炎的作用 因為血液流通得好了 所以你肯脹的位置 第二天就不會那麼嚴重 這個Finger Spin 大家可以虧 這個很便宜的 十元八塊美金 一個 我會放相關連結 在這條影片的下面 你可以用Finger Spin 固住自己的手指 讓你睡覺時不要屈 另外一件事 對消炎很有效 幾個月前講過 我另外一條影片講過 就是紅光治療 我都會放相關的影片 在這條影片下面 大家可以看看紅光治療 是什麼東西 大概就是什麼呢 大概用一個紅光的波長 就是660和850的波長 有什麼好呢 紅光原來是證實了 對消炎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根健的發炎 很好用的 紅光照完之後 因為我講過親身的例子給你聽 因為早幾個星期 剛巧就閃了腰 我一蹲下起來 腰突然閃了 扭了 這樣 我用紅光治療 我自己用紅光照著背部 大概兩個星期 我的腰都很好了 完全不痛了 紅光治療是為根健發炎 非常好用的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相關影片 相關資料都在這條影片下面 另外解決了剛才我說的止痛 解決了消炎的問題 其實我們還要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會不會有機會營養不良 導致你那個位置會經常發炎 西醫呢 如果你看西醫 醫彈弓手有兩三個方法 第一個止痛藥 第二個方法 就是在根健的位置打類固醇 類固醇 我太多副作用了 我今天不說這件事 第三個做法都搞不定 你就把剛才我說的筍位 就是那個圈圈的位置剪斷 你的筋就沒有卡住 但是問題又來了 當你剪斷了它 假設你現在是第三隻手指 你剪斷了它 如果你的原因 乘因是沒有改變的 可能你第四隻手指 就會起發炎 第四隻手指又有彈弓手 如果你剪斷了 第五隻手指又有彈弓手指 你是不是要逐隻手指剪斷 這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 這也是太創傷性的方法 而且如果你剪完那條圈 你的手以後是沒有力的 所以 大家做手術之前 當然我不是叫大家不做 但是只不過是 做手術之前 你可以找到一些替代的方法 沒有創傷性的方法 當然是好 大家就要思考一下 會不會是因為 你營養是有點不均衡 導致你的筋肩蛇腫 原來是這樣的 這隻叫做P5P P5P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就是維他命B6 其實我講過很多集 維他命B6 不能吸收太高 因為吸收太高 會傷害到你的神經 最安全 最安全 醫生說 如果你看醫療報告 最好就是 每天300mg以下 但現實人們有神經痛 通常建議是10mg以下 即是相差很遠 如果是維他命B6 會導致神經元會有受損 另外一種類型 叫做P5P 它也是維他命B6 但是另一種類型 這個類型是安全很多的 它不會有殘留在身體 破壞到你神經的問題 它也是維他命B6的其中一種 但不同類型 所以我說維他命B 其實這個範圍 是很複雜很複雜的 它有很多混合 今天我想說這隻 維他命B6的P5P 原來你吃了之後 有很多醫學文獻 已經說了 你吃了之後 你的根件就不會腫 就可以治療你的彈弓手 那怎樣用呢 就是每天分開時段 例如你下午吃完飯吃一粒 晚上吃完飯吃一粒 就50mg 總共一天100 有些人用到150 我對安全計算 都是用100 如果你是用100 你試試用兩三個月 應該大部分人都好到的 如果你加上我剛才所說的 你試試用兩種方法 如果是沒有創傷性的 你試試用剛才我說的兩種方法 如果你說都是搞不定的 你便用這個P5P 又或者你三樣一起用都可以 P5P就是最安全的做法 如果你真的有改善 例如吃了一個多兩個月 有改善 手真的鬆了 你便用到有四個月 然後就停兩個月 就完全不要用它了 因為你要等身體消化一點 他說這個 是去到300mg都安全的 對這個神經 但是再安全一點 如果你四個月 停兩個月 讓你身體消耗感 一些P5P 這樣便最安全 如果真的更痛 你便繼續用四個月 然後停兩個月 用法就是這樣的 如果第一個 用手的按摩 就止痛線 第二個部分 你睡覺便用手指 把手指整直 讓筋腱的位置 不要積了毒素 讓血能流通 鹽症便會減輕一點 第三件事 你便可以用紅光燈射 每天照射它 大概二十幾三十分鐘 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在發炎的時候 這個紅光是挺小的 第四件事 就是這個P5P 補充維他命B6的P5P 這四件事 如果你做齊 你的彈弓手 很高的機會 完全可以康復到 今天所說的物料 紅光燈 我會放在影片下面 你可以縮小螢光幕 左邊有一個顯示更多 你按下去便會看到購買連結 如果你是用手機看的話 右邊有一個向下的箭咀 按下去便會找到購買連結 當你付錢的時候 你便可以打這個折扣碼 ZFN572 全張單都會多5%折扣 好了 這集就先分享到這裡 記得在右下角按訂閱按鈕 按讚 按鈕 分享給你身邊有彈弓手的朋友 我們這集就先分享一下 下集再分享一下 拜拜